紀錄片就是很成分 那又講老人大概 可是他其實會讓你從頭笑到我 又讓你哭到我 就是又哭又笑 所以他其實很受歡迎 那其實我們上禮拜有一個好消息傳來 就是我們其實 他其實在去年就已經打破 臺灣紀錄片的票房冠軍 紀錄片 我是全部的片子 紀錄片的票房冠軍 那上禮拜也打破了 香港的紀錄片的票房冠軍 所以我們現在是港台的雙料冠軍 那因為也在福山 韓國福山銀戰有得獎 所以我們五月會在韓國福山上映 因為他給我們一個獎 就是我們如果在韓國發行上映 他會給我們錢 他會補助我們錢 但是在其他國家他不會給我們錢 就是 所以他有一個支持 就是讓我們可以在韓國上映 那如果最近 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也許有機會 因為八月在美國上映 那我想票房高地 我跟你講 票房到目前來講 波門沒有虧 也沒有賺 大家不要覺得這個 這個實在太難了 我跟你講 西約這一條路是讓 是一個非常高層的 也非常不容易的 那所以我們其實大概要獲得多 就是從這個上映要去 有什麼樣的 就是可以有很多的資源其實不太容易 那但是我覺得透過印上映 其實他可以把這個 這樣的一個 不老共享的一個價值傳遞出去 所以我們其實在香港上映的時候 香港上映第一週 香港的團員馬上就開始推動 不老共享 他們就告訴我們說 他們已經有找到7月要贊助他們那個 不老郵輪 因為香港那個島嶼 他們長輩想坐郵輪 所以現在香港後續都持續在推動 這個是反而是我們在上映 最重要的一個 我們最希望期待的一個發展 那這個片子其實之前可能廣告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這個其實不是我們的不老騎士 這群人其實是韓國人 不是泰國人 他是泰國導演改編的 那所以也透過這樣 之前因為有這個廣告之後 其實也才讓我們有機會 而真的完成這個電影 因為通過廣告大家又關注說 那不好其實怎麼沒有變電影 就是應該要把它完成 所以也是 我覺得就是能將一路走來 其實是 我覺得是台灣各界很熱心的人 情味去促成的 那不過我們那一年 07點半完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 就我們幾位內就決定 就不要再當環島了 為什麼不要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一直在想說 欸這個很好啊 那因為我們其實當初就設定了 三分之二要做社會教育 那我們因為有紀錄片 已經可以做這樣的傳遞 那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也考慮說 欸你辦一個環島 就是整個環全島 其實我們全程參與就是17位 那17位其實 呃 這樣可以參與的人數其實不多 那我們如果再加一個 170位 哇 我在想那個會貪瘓台灣的交通 因為那個車陣很長 那這樣的活動又會 不是那麼的 呃 就也會影響大眾太多 那那但是你知道嗎 170位對我們來講 我們還是覺得很少 所以我們就想說 有沒有什麼活動可以干 還有更多老人參與 因為圓夢其實不是只有環島 它有圓很多 所以我們在07年傍晚不好 其實08年 我記得這個構想 參與 吻 有數 有關係 我們換的過程 幫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这个就是我们阿宝 妈妈的一首 阿宝可以唱歌跳舞 演戏 健康超过大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第一点就有2700多位参赞 所以后来我们每个都已经这个位置 这个是90岁的阿宝 表演完马上颁奖给他 就是这个舞台不在临时高低的 在鼓励 那这是花莲阿嬷 他从花莲作歌来召化参加全国总决赛 这个是百岁人员 他说他是清朝人 那就是刚刚那个阿嬷 那我们作鲁蚁高低都是加分 那这个作鲁蚁是我自己的阿嬷 她96岁 她在 她去演过士 然后她在吹奏里面 都才要的比赛 这个不是阿嬷 没有没有没有 到这种程度啦 就是那个是我们的表演团体 因为我们是现场比完马上评分 那三十分钟的评分就有工艺的演出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节目 欢迎来当志工 就是在我们这个火力秀的场子去 那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第一年 因为其实我们连续 就每年就是逐年增加 像刚刚看的那个是第三年的总决赛 那其实第三年就有大概五千多人参赛 所以这个连续才会 你知道他是一天的比赛 可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才是很棒的一个推动 因为他一天比赛 但是你知道他乱练大概半年以上 因为就是练习他们就会 身体就会健康 因为很无缘 为了比赛都很拼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反而就是他会让 长辈也很多运动很多的参与 很多认识很多的朋友 所以其实谁第一名都不重要 我记得像我阿嬷他们有没有拿好成绩 我都解 我都给阿嬷不败调积的 重要是你们要报名比赛 我记得主要是说 他们要连连参赛 让他们有个目标去努力 那我们刚刚讲的失能 做轮仪的长辈来去加分 其实加一点点 但是我跟你讲很有用 你知道吗 他们一定要加分 为什么要加分 因为如果他们比赛有成绩不好 很容易会怪这些人 因为他已经是动作不协调 一定不精准 可是我们都没有 我们就是让他先加分 所以社区就去拜托这些人出来 所以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很有尊严的 被邀请这样子 所以像这样的加分设计其实很有用 那百岁人瑞来都加分 我这个都是现场明星 每个人都要在家拍照 就是跟百岁人瑞问一下手这样子 这个人都很可爱的掌声 你看他们畅意很多 sorry sorry nobody 那隔壁就是都跳bobby 全国到处都是bobby 去年都跳什么你知道吗 去年都跳七八 所以他们很跟着上流行 我跟你讲你们去看那个比赛 我们大概机会参加评审的老师 第一次我看这个比赛 我跟你讲有一半以上都是在比赛的过程掉眼泪 很感动的感动 那其实你看这个是初赛而已 我们就现场公布成绩啊 他们拿冠军 初赛冠军就跳起来 那这个活动其实我有点策略心 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老人服务 就是那个政策讨论啊 在就是专业啊 里面其实参与很久 那我知道像我们班冠 很多人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活动 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卷动社区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那所以我其实有个策略是 就是我每年都让很多专家学者 就我大量奉专家学者当评审 就是大概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去看见老人的生命力 那也希望因为我们很多政策很多发展 其实都专家学者在决定 那那很开心 其实我们第三年就压到保了 因为来了一位那个杨智良老师 杨智良老师大家知道吗 他是做什么 卫生叔叔 那当初他还不是 他是亚洲大学的副校长 那我邀他来的时候 他就 他可以去两天当台中场初赛的评审老师 他到第二天早上很忙耶 我就想说老师好像有点不专心耶 他在评审结果不是 他被打电话给这个美国马里洲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就是他们刚好来台湾参访 他直接打电话给他说叫他改行程来我们这里 他说世界卫生组织在推动那个活药的话 就Active Aging 就是他说这个就是台湾最好的本土案例 所以马上外国人就改行程来我们现场 哇他们看了惊为天神 那也很开心就说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我们这位梁老师跑去当署长 所以他马上那个国建局 就是请国建局局长来我们这边了解一下我们怎么办的 那我们所以这个活动在第四年就变成国建局的政策 那你知道我们每个民间在公益团体的创办 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动 那变成政策你知道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吗 我们第三年我们参赛人数阿公阿嬷全国参赛人数五千多人 我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对吧 我觉得哇五千多人 结果你知道变国建局的政策以后 第四年就三万多人 所以国家力量还是很大 那去年五万多人 今年七万多 所以这个成长 那这个是很开心的事 因为我们就是不一定要从这个未来都变国家 变国建局或变其他大会都没关系 更重要就是说 哎这样的推动 他是很快的让很多长辈受惠 那所以很开心 这个不老骑士之后 这个不老舞台 反而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推动 那那除了这一个以外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不老 非常多 那那像这个不老棒球 其实是我们在 我们台北搜餐日照 我们有服务的长辈 其实我们那个日照很多都是自治的长辈 那他们 其中有一位长辈 我们在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梦想的时候 你们知道 其实老人梦想非常难开发 非常难 大家不要以为很简单 你问他 问他说 你中人忙碌吗 他会跟你说什么 没有啦 他老是你那是在说什么 通常都会回绝你 你再很认真问他 他就会跟你讲 通常就有两个答案 一个就是 你的身体健康 另外就是 怕孙平安 子孙平安 身体健康 可是我们就觉得 当然会很好 但我们更希望长辈去发掘他更 真的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梦想 那所以我们是 我们刚刚那个中胎日照的一位罗爷爷 他失智了 我们问他 他就很快的很笃定的告诉我们说 我要打包拳 我们就想说好 好不容易听到一个梦想 我就很珍惜啊 就赶快 可是一般他是不是也不知道 讲真来讲 所以就跑去问他太太 就是某奶奶 就问他说 爷爷说他想打包拳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奶奶就跟我说 那可能是真的喔 因为他以前新竹商校的时候 他是那个帮种队的 他们他是校队 他还搞不全国的亚军 所以我们就想说 哇 好不容易有个爷爷说要 他的梦想出来 我们就很认真喔 就真的去帮他组两支队伍 就一个人乱打嘛 人家两个队嘛 所以我们就跑去开 就台北那公园做练习 结果那个爷爷怎么样 你知道吗 他不害怕 他生气耶 他不要打 我同事超沮丧的 想说 爷爷 你知道吗 他组两个队很容易 老人要揪不是很快的 你知道吗 大家都出来了 反正主角不要打 我们就 他就 他就另外一个座 公园的女子就不要打 我们就说 那爷爷你为什么不要打 他就说 这不是真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 乐乐棒球棒 就是那个球踩在上面 就是 不是用头手头来 因为怕危险嘛 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猜 他怎么说 他说 这不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就想说 哦 爷爷你不是狮子吗 怎么那么聪明 哈哈 所以我们真的为了他说 这是假的 我们还真的去找 那个师大体育系的老师 跟学生帮 打了一场真正的棒球伞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嗯 嗯 我看一下 嗯 那时候要讲的 解释